大家好,我是詩詩 歡迎大家又來到詩詩Channel的頻道 收看營養抗疫指交藥船加強版的續集 在中醫的理論中 春天對應的狀苦應該是肝和膽 很多人都覺得春天是養肝的季節 應該吃多些酸味的食物來養肝 加上近日的疫情 坊間更有人說要吃多些補品 能否增強免疫的能力 於是你又怎樣看呢 首先我們要知道 春天本來不是大寶季節 飲食上要以排毒、抗毒為主 過寶反而會阻礙身體排毒 所以我們要設計在這個時間 更加要遵循春季養生的飲食方針 就是我上次提到 而省酸增金而養脾氣 很多人說酸味入肝就是補肝 那春天不是應該吃多些嗎 其實春天對應肝臟的意思 不是補肝而是疏肝 春天是生法季節 要將身體的俗氣排走 酸味是修煉的 如果吃太多酸味的食物 就很容易將俗氣和病菌困繞在身體裡 反而對健康有影響 所以春天養生是以疏肝力氣為主 是的 所以我們的餐單都以甜味的食物為主 亦會有些清心安神的食材 因為人的情緒對肝影響很大 尤其目前疫情令到大家的心情都會變差 導致肝氣難以生法 很容易積聚內火 即是肝火成了 在食療上我們以清肝火 但主要都要大家調節好心情 多些靜能量 身體才會有更強的抵抗力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 就是川貝琵琶果 雪梨干淮山獸肉湯 做法很簡單 獸肉先飛水 之後將其他材料洗乾淨 準備好大半鍋的水 加入材料大火煲滾 平時大家喉嚨痛咳嗽 都應該吃過川貝琵琶糕 知道這兩樣東西都是化痰止咳 川貝有清熱潤肺 致虛爐咳嗽 琵琶有潤肺止渴 致虛臟致肺位咳嗽 雪梨有新瓶潤醋 清熱化痰的功效 致熱病雙瓶為主 這個湯比較適合 一些肺陰不足的人飲用 例如乾咳小痰 乾醋 喉嚨好像有些痰黏著 或者有時咳出來 有少少黃色的都適合喝 但如果你是寒咳 或是痰濕咳嗽 沒有口乾 而且痰是白色或透明色 那就不適合了 這個湯仍然一味淮山 對健脾胃很有益處 平時大家還可以多吃點 我們現在把豬腩放進去 然後再加一些毛花果 毛花果新鮮的很漂亮 然後加上川貝 雪梨乾 淮山 要加上蜜棗 要加上蜜棗 這樣會比較甜 首先用大火煮沸 然後轉小火煮2個小時 然後加點鹽便可以喝了 上次介紹過金針菇和瘦珍菇給大家 這次介紹的是草菇配搭豆腐 有保抑肝腎和補蓋強骨的功效 都是一款老少咸兒的藥線 上一集我們已經提及過 如何處理這個急凍蝦仁 首先挑走蝦腸 洗乾淨後抹乾水 讓蝦仁容易入味 再加點鹽和胡椒粉 醃5分鐘 然後抹乾醃料 這樣就可以去走香味 如果想口感再好一點的話 可以用蛋白和生粉拌勻 沾一層蝦仁 讓表面有一層薄薄的粉漿 煮出來時可以鎖水鎖營養 蝦亦不會縮水 糖芹切走根部 洗好切斷 草菇洗乾淨後 在頭上用刀割十字 然後飛水備用 這個菜用的芹菜 是美甘辛勝良 在春季的養生菜之一 它有清熱利尿 平肝降壓 脆飯安神 去濕化軸的功效 女性月事週期過後 都可以用芹菜來補血消腫 而它又有很高的纖維 通便效果亦很好 但如果你本身大便稀難 手腳冰凍的 脾胃虛寒症狀 就要小食為妙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煎豆腐了 剛才我們先下一點油 食品師 人們說豆腐又寒 寒芹又涼 草菇又寒 這碟菜不是很寒嗎 豆腐不是寒的 它是聖平的食物 豆腐的主要成分是黃豆 而黃豆本身是金溫的 再加上較寒的石膏去做 其實石膏佔的量很小 最多只是減了部分的溫性 GG 有些人問 食得豆腐製品多 反而覺得人家怕冷了 和寒濕了 是不是真的 凡事都說適可而止 豆腐本身是屬於保溢之物 可以補悟狀 但如果補悟得太過 就容易導致脾胃氣滯 迫得其反 即是好像我們經常說 你的底子寒 就不要吃太多芹菜 其實芹菜本身是沒問題的 只是你未必受得住 但又不是說戒了它不吃 只是例如人家吃一碗 你就吃少許吧 大家要記住 千萬不要吃過量 現在豆腐已經慢慢煎到金黃色 現在把豆腐煎到金黃色 現在把豆腐盛上來 部分暫時完成了 油滾後 就可以把蒜蓉和薑蓉放進去 炒香 差不多下糖芹 先把粗的放進去 因為要多點時間煮 就可以加一些金黃色 等等 還掉一些金黃色 然後把粗的放進去 粗的放進去 然後把粗的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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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進去 之前用一些蛋白浸泡起來 所以它們不會輕易燙得住 它們沒有太容易熟水 由於這是煲的菜 首先把菜在鍋裡煮好 然後將所有材料放入鍋裡 首先我們可以放些糖芹、甘筍 當然有另外的主角草菇 還有蝦 把其他一次過放進去 把很香的豆腐放在表面 食材已經放在鍋裡 現在先蓋蓋 把裡面的水分收乾 這碟菜便完成了 這段時間大家可能會有雪藏的食物 和罐頭開門 而我最近買了冰鮮的魚柳 和罐體的粟米用 讓我隨時都可以用 蛋白質又高 我們這次介紹的蘑菇粟米魚柳 煮法很簡單 首先解凍魚柳 洗乾淨之後印乾水再醃一醃 蘑菇去頂、切片 然後開始煎魚柳 煎之前我會用一段張素素的魚柳面 讓它煎得更香又漂亮 這個菜對腸胃都非常好 粟米有味甘性平 可以和中、益腎、除熱解毒 而蘑菇味甘性良 有益腸胃和化痰理氣的功效 最適合脾胃虛熱的人 然後等油滾了 好, 試試放進去 蘑菇粟米魚柳就會更漂亮 不會那麼容易散 我們先不要動它 不然魚就會變成型 好, 看到魚有點卷起 即是我們可以翻了 魚差不多熟了 我們先放在這裡 先爆香薑片 這時候是時候放蘑菇下去了 好, 看到蘑菇有點縮起了 然後我們就把蘑菇倒進去 這是一個主角來的 然後把芡汁倒進去 先煮滾 讓醬汁收收 現在先把魚柳放進去 讓它吸收蘑菇 差不多完成了 我先放上碟 現在的蘑菇有很多蘑菇 還有粟米和魚柳 我肯定小朋友一定很喜歡吃 天氣的碗飯 最後我們加上芫茜 先放進去 先吃一下 現在我會放在 吃得的花香高度 讓小朋友看到 就會覺得 這麼有趣 他們會自動在一起吃飯 在介紹花茶之前 最後的一碟菜 就是蟲草花冬菇蒸雞翼 死醫師 這碟菜有甚麼功效 春天天氣忽冷忽熱 很容易病 平時除了要注意不要凍傷之外 日常都可以吃些有消炎功效的食物 幫忙增強免疫能力 蟲草花就是其中一種 有經濟實惠 有好味的有益之選 這次介紹這個菜 有保肺神 益腸胃 清熱生中的功效 死醫師 蟲草花和蟲草 有甚麼分別 最直接分別就是價錢 都差點拱地 很多人誤會蟲草花 是否就是蟲草的花 其實答案不是 蟲草花是人工培育出來的蛹蟲草 其實跟冬菇一樣 都是真菌類的食物 功效似蟲草 但藥效差點 蟲草花正在性質平和 大人小孩都吃得 有消炎殺菌 滋陰 潤肌護膚 和抗衰老的功效 最適合最近經常用消毒用品 或戴口罩 令皮膚變差的朋友 春天是吃露准的好季節 露准微苦、甘性微韻 有清熱生存、利療 潤肺振咳 止痛殺蟲 抗癌這些功效 不過如果有痛風 尿酸膏 或是脾胃虛寒 就要少吃些 我們現在在這裡示範 這個去骨的雞翼 首先在兩條骨之間 剪開它 讓它的根分開 繼續把肉和骨 剪下去 讓它們分開 否則便不能扯出骨 一邊做完之後 就要做另一邊 剪完之後 用碟的力 借力 然後推出骨 先推一條細的 斜到了 另一邊 這個毛骨雞翼便完成了 你要留意 不要我裏面做無碎骨 現在我把松草花和冬菇釀入雞翼裏 把露准釀進去之後 就可以放進去隔水晶 我現在把釀好的雞翼放在碟上高 中間鋪上松草花和杞子 然後把芡汁淋上去 用大火隔水晶15分鐘便完成了 今集最後介紹的是桂花茶 皮膚不穩定很容易傷風和感冒 而皮膚亦會因為壓力大 經常洗手 戴口罩之類而變得差 這個時候 一杯香噴噴的桂花茶便可以幫到你了 桂花茶可以化痰止咳 潤肺排毒 還可以緩和情緒 提神醒老 而且它還有美白肌膚的功效 另外如果平日有口氣 或者牙痛的問題 也可以喝一杯桂花茶來癖一下味 和舒緩牙痛 桂花茶的做法很簡單 只要把桂花乾和綠茶包 一起放入花茶壺裡 用滾水焗三分鐘 攤冷少許之後 加蜂蜜便可以喝了 對了 蛇醫師 這個茶有甚麼副作用 其實沒甚麼副作用 但我建議不要當水喝 尤其在飯前後一小時裡不要喝 以免影響腸胃的消化 另外 便秘或失眠困擾的朋友 都儘量少喝一點就可以了 除了藥膳之外 我們還會訪問其他專家的專業意見 請大家密切留意 如果大家對這個節目有興趣 請分享給你的朋友和訂閱我們 拜拜